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時候我們這邊離墾丁大街大概十幾分鐘 墾丁大街現在是非常熱鬧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去觀察的這個地方 好像也會很熱鬧是不是 不一樣的熱鬧 這邊是自然介紹的熱鬧 所以我們過了這個吊橋就會到我們要觀察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地方 在這個時候跟墾丁大街一樣熱鬧 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這個就是對不對 這個有看到了 有在動 有沒有 對 這個在動有沒有 對 潘大哥 這樣看起來他們好像有點像那種 海軍陸戰隊都從水裡面一直爬出來 對啊 因為它這個時間大概已經都已經下到海 那個水裡面產軟完 它產軟完以後它就沿 它開始又要上岸了 它回它家了 它們不是從水裡直接爬 它是從陸地上爬進去再爬出來 對對對 其實這種螃蟹我們一般我們稱為叫那個 陸風型的海蟹 它產軟必須到水裡面去產軟 產軟以後它回到它的樹林裡面底層 對 就回到它的家 現在出來的大概有兩種 一種的是那個中型往向手蟹 它量比較多的是中型往向手蟹 比較紅色的那種 紅紅的那種就是 是 扁扁那個 扁扁那個是智紋公蟹 智紋公蟹 智紋公蟹比較蟹 它先去比較扁 它的角度的地方你看 智紋公蟹它是扁的 它有那個湧漿 它是靠游泳的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型往 它的部族的地方它有長毛 它表示這種就比較不會游泳 它的顏色不一樣 這個好像是煮熟的 那個好像是生的 對啊 每個都看起來好像是煮熟了 從那個細裡爬出來的感覺 它是甲殼類動物 它煮熟那個甲殼樹會變紅 但是甲殼樹不是只有煮熟才會變紅 那這一種就是它比較有斜向 就讓你可以看得到紅色 風險往向手蟹是很兇的螃蟹 很兇的螃蟹 那智紋公蟹就比較沒有那麼兇 所以說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來了 時代比較晚了 我們看到是後半段的 它從溪底甲殼軟已經往上爬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如果早點來的時候 是看到它從陸地上往下走這樣子 對 所以像我們經常在國家公園 辦那個護送螃蟹過馬路 那有些小朋友的家長 他比較不了解 他看到螃蟹要過馬路 他就很好行 護送他們到海邊去甲殼 可是有些蟹媽媽可能在罵他 讓他聽不懂 他已經千辛萬苦過了這條馬路 到海邊甲殼軟 回家了 已經過了馬路 你又把它搬回去 讓他再過了一次馬路 還是越來越多一直往上爬 他好像甲殼就走了是不是 其實螃蟹分成海蟹跟淡水蟹 淡水蟹它的軟比較大 它的數量很少 就八十一百左右 可是它會把它爆 爆到已經變成小螃蟹 已經可以獨立的才把它放掉 可是這種江海型的海蟹 它是爆了一個軟泡 就可能幾萬顆 可是它放到海水裡面 它就讓它自生自滅 其實它的算法就是 我打散民主義 我幾萬顆蛋 你只要讓我百分之一活著 我就已經幾千隻了 所以它兩種是不同的一個 繁殖型態 所以它們是一次是下幾萬顆 對 下完就再回去了這樣 對對對 那種就讓你說 我蟹海戰術 它是以量取勝的 蟹海戰術就是這樣 蟹海戰術就是在形容這件事情 對呀 這種行為在這個時候是每天都會有嗎 大概是在中秋節前後 它是比較大量 最多的時候會看到多少隻呢 說真的 你如果在中秋節前 一個禮拜左右那個時間的話 你會看到整條馬路上 滿滿都是螃蟹 哇 那不是很驚人 那一天如果下雨的時候會更好 它就整個更壯觀 有時候幾百隻上千隻它都有 那我們現在 我們也順著蟹的這個路的方向 往那邊走 看看路上可不可以碰到它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上面可以可以 這隻紅色盔甲的路蟹 舉著兩隻大鱔 橫行霸道 果然派頭十足 一副兇狠的樣子 可是再怎麼兇狠 還是抵不過滾動的車輪 每年中秋前後 墾丁國家公園就會舉辦 互送螃蟹過馬路活動 請民眾一起來保護螃蟹 一方面讓母蟹安全殘暖 一方面進行環境教育 尤其墾丁香蕉灣一帶 據研究是全球路蟹 奇異度最高的地方 其中還有只在台灣發現的世界新種 可別因為我們的方便 讓他們成了輪下亡魂 中秋前後來到這裡 除了聽橫春吊 泡湯 吃羊肉爐 也可以散散步 互送螃蟹過馬路 只是要小心別幫倒忙 把螃蟹送到他不想去的地方 out of the window out of the window in the air in the air out of the window there are 中文字幕组